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鱼你知道多少钱吗 你都猜不到 九条鱼 鸡毛鸡毛 一共才花几块钱 这么便宜 它是一个当地的一个APP 应该很多本事 肯定有够实现是在哪里买的 因为这个没办法推荐 只是当地卖的 那我们怎么吃啊 那样怎么吃 有个烤了 烧烤 好 可以啊 可以 这个扒鱼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几毛钱一条看 有20厘米长 真的够便宜了 这个鱼呢 做烫烤非常的适 一共是九条 给大家看一下 花了几块钱 非常值得 然后呢 现在这鱼已经处理好了 咱们拿钱这给它穿起来 烫烤这种海鱼 咱们不需要提前颜值 直接干烤 烤完之后上面刷的量 非常的适 再切了土豆 等一下土豆啊 和这牛肉丸 全到一起烤 非常的好吃 喜欢吃沙烤的朋友啊 他经常会点 碳烤秋道鱼 就今天咱们这个小霸鱼啊 按我这方法做 比秋道鱼都好吃 看一下我怎么做 这牛肉丸用刀给它划十日刀 等下烤的时候更容易烤透 啊这烤炉这么烂还能用吗 我看一下 很烂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怎么这个样子了 应该扣皮了 可以用 应该问题不大 我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绕个洞是吧 应该就是 应该没事 下面这个不漏就可以了 你把那个砖刷这两遍 这不挺完美的吗 不但这次能用 以后我们也可以用 可以 把那纸刚放进去 你伤口我去接电话 您好 上次你就跟我说了呀 我年轻会管一部分的 我肯定会的 会的 你每次打个电话都接是吧 你这个放心 我年轻肯定 肯定会给一部分的 放心放心 我24小时太急了 放心放心 好嘞 没事啊 这是破娘子 你比姐 我说好了 我她说 我说我 我说我 你这个 其实烧烤做的好吃呢 在这个烧烤料 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现在调一下 里边用到了 辣椒粉 紫然粉 每个配料呢 是不同时间放的 所以说咱们要分开几个桩 芝麻和紫然放到一起 白砂糖和盐放到一起 现在咱们用蒜头做点蒜碎 然后咱们调点蒜水 在烧烤的蒜水是非常重要的 多少个蒜碎里面加了清水就可以了 蒜碎里面加烤一半 蒜碎里面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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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烤到这样就刷着蒜水了 刷完蒜水之后上面撒点盐面 这个鱼上都不用刷油 你看它的油脂很厚 这上面刷点油了 我发现里面有点喜欢带盐 没有啊 你现在就可以刷点酱油了 你记着步骤 以后就可以卡了 现在撒点芝麻和纸 一定要接近熟的时候得撒进去 最后撒上烧锅料就可以了 你把它烫一样 烫一样 好香 烫 烫 烫 焖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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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饱了我帮你烤 你多吃一样 你吃这么少啊 还有吗 不少了我吃饱了都已经 来给你